竹林七弦有两个灵魂人物 姬康和阮吉 我其实以前不太喜欢阮吉 我觉得跟姬康相比 他真的太不勇敢了 但是我感觉我年龄越大 好像越能够理解阮吉的怂 和他怂的背后 那个从心的选择 我们上一集说到姬康的祖上 随曹操打过仗 自己呢也是曹操的曾孙女婿 后来曹氏政权衰微 司马氏眼看就要取而代之 而这些曾经和曹氏家族有关系的人 都是司马氏的屠杀对象 然而很奇怪的是 阮吉一家其实也是清曹一派 但是阮吉居然没事 阮吉的父亲叫阮于 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健安妻子之一 同事文学家的曹操呢 也非常喜欢阮于 为了请他出来作官 不惜放火烧山 阮于死以后 阮吉母子也受到了曹氏一家的照顾 可以说阮吉一家和曹氏 应该是很有渊源的 可能是因为受到家庭环境的 这个熏陶啊 然后阮吉从小就特别喜欢文学 然后他是一个文学家 他的五言勇怀诗 在中国诗歌史上 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有着具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呢 他还是一个思想家 他非常喜欢老庄哲学 还是一个音乐家 会弹琴 会长笑 按道理说啊 你看 有才 家庭背景又好 很难不成为当时的执政者 拉拢的对象 但是阮吉跟姬康一样啊 他也是属于这种 无异于仕途 就想归隐山林的那种 但是很多人邀请他出来作官 在他32岁那年 当时曹魏的有一个最高军事将领 叫蒋济 邀请阮吉出来出任自己的这个疗属 上任没多久呢 阮吉就赶紧找了一个病假 就溜了 又过了五年 朝廷请他出任上书廊 然后阮吉也是上任没多久就溜了 理由跟上次一样 我有病 这很奇怪啊 阮吉越是不想做官 越是有人出来请他 又过了两年 据说是曹爽请他出事 那阮吉也找了一个理由推测 你看啊 三次邀请 两次出事 然后三次卸任 你会觉得说 阮吉好像把该给人家的面子也给了 然后自己呢 又能够实现自己归隐山林的这个愿望 好像他的人生哲学 看起来要比姬康要圆滑和柔和很多 那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底下 阮吉会不会比姬康更幸福呢 不是的 阮吉比姬康实际上要痛苦百倍 在阮吉40岁那年 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 司马懿发动高频林政变 清除了当时如日中天的 以曹爽为首的宗族势力 从此以后 司马市开始迎来高光时刻 曹魏虽然还姓曹 但事实上已经是司马家族说了算 天下明示 要么归顺我 要么杀 而且司马家族比当年的曹操还要狠 要杀就诸三族灭全家 当时屠杀名单就非常长 有玄学领袖和彦 著名的思想家夏侯玄 有著名的画家文学家桓范 等等等等 历史文献上记载 一日之间明示简单 你想谁还敢说话 哪里敢 就在这个时候呢 司马懿找到了阮吉 希望他能够到自己的太傅府中认职 这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邀请 与其说是邀请 不如说是一种试探和绑架 你想不想归到我这一对来 阮吉心里清楚得很 但凡自己拒绝 司马氏绝对不会饶过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他权衡再三最终答应了司马懿的邀请 但尽管阮吉进入了司马懿的幕府 但他心里无比的清醒 他不愿意成为司马暴政的帮凶 但是为了活着他又不得不和司马氏虚与威仪 他尚不能够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下又不能实现自己归隐山林的这种愿望 而且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在看着 看着这个明满天下的大才子阮吉 现在居然被司马氏收编了 所以你想这种羞愧痛苦茫然挣扎 这他满腔的情绪无处发泄 最终只能倾注在那个 我们现在的人看起来有点荒诞的行为里面 但是这里所有荒诞的行为都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无声的反抗 反抗当时司马氏所提出来的礼教 礼记上说男女不杂作 但是阮吉偏偏不 他呢经常跟朋友去一个酒馆 酒馆的老板娘呢非常会酿酒 人也很漂亮 在阮吉到那儿就开始喝 喝得酩酊大醉 喝完了之后直接又躺在老板娘身边睡觉 那当时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以为阮吉要涂抹不轨 直到老板娘的这个丈夫 在暗中观察了好多天 才最终发现阮吉真的只是醉 礼法上还说男女受受不侵 但是阮吉偏偏也不 有一次一个兵家的女儿啊 在还没有出嫁就死了 阮吉跑到了这个陌生女孩的葬礼上 哭得稀里哗啦撕心裂肺 完全不顾世人的眼光 然后哭完就走了 在阮吉看来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亲近的 一切美好事物的凋谢都值得让人痛惜 而阮吉自习呢 他不敢死 然后又活得很累 那他这样的一条美好生命的出路 又在哪里呢 于是我们看到阮吉经常自己一个人 驾着马车出门 不挑路 完全任凭马车狂奔 跑到哪里算哪里 一直走到山穷水尽 无路可走 他才停下车 然后对着天地虚空 山野丛林 放声大哭 我每次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都觉得特别的难受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 感觉人生很绝望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然后又不敢在人前 表露自己脆弱的情绪 我想如果有过的话 那你一定能够理解阮吉 在那种穷途末路之时 面对万物无物的痛哭 哭完以后就是罪 司马义和司马师死后 司马昭上尾 这个人的城府 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父兄 他想要拉拢阮吉 于是就提出 让自己的儿子司马炎 娶阮吉的女儿 我们知道司马炎 三分归尽 他是晋朝的开国皇帝 这是一个绝对是 攀龙复奉的好机会 但是阮吉不愿意 与司马师为伍 但他又不知道 应该怎么拒绝 于是他就喝 每天一直喝 一直喝 把自己喝得烂醉 酩酊大醉 六十天 醉到提亲的人 上门了 都无法开口跟他说话 醉到后来 司马昭也无话可说 只能作罢 想想啊 哪怕你再喜欢喝酒 哪怕你是个酒鬼吧 让你明丁大醉 六十天不省人事 那真的都是 生不如死的折磨 但阮吉没有办法 他的好朋友 吉康 已一直与山巨人绝交书 向世人宣告 他要跟司马师宣战 然后慷慨赴死 但即便吉康 已经这么勇敢了 他也不得不 在狱中写下家界 告诫自己的子女们 一定不要像父亲一样 一定要谨言慎行 小心做人 鲁迅说 无情未必真豪杰 莲子如何不丈子 就是你再有 英雄气概的人 面对你要牺牲心情的时候 那也是会有恐惧的呀 所以我感觉我好像 突然间一下就能够理解 阮吉的所谓 吉康 像是一个无畏的少年 至死都要奔赴烈火 而阮吉更像是一个 含蓄的中年 但谁说 中年不曾有过 烈火一样的愿望 只是岁月蹉跎 棱角漫漫的磨平 我们本能的活着 又见前路苍茫 满腔的压力和无奈 无从诉说 只有深夜复之一醉 或者一场痛苦 人到中年 有的时候不得不怂 但这个怂 我觉得是 跃进千番之后 那种从心的选择 阮吉在诗里说 人生若沉露 天道云永远 生命转瞬即逝 我觉得只有我们懂得了 我们所有人 最终都将奔赴一场 深刻的悲剧 我们才能够更接纳 自己在人生当中的这种 痛苦 无奈 茫然 和更温和的人生选择 也只有我们读懂了 阮吉的人生 我们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阮吉 已经这么怂了 他依然还是竹林七贤之首 被称为命世大贤 我们也才能够明白 为什么文心雕龙 会给他们两个人的评价是 机智清俊 阮智摇身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一键三连 不记得的话 我下期还提醒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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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